各位觀眾,各位聽眾,我是嘻爆香港節目主持,善中佳 上幾集,上兩集,我都請來一些IT的專家,跟大家嘻一下 今天請來我老友,實在上,其實我不是先認識你,我是先認識我老婆 我老婆認識你,所以我認識你,我太太也是中文大學的現祖學生會 今天的嘉賓叫做梁兆昌,也是一位IT的專家 早在十年前,他已經是一個專業學會的會員的會長,叫做Pizza 當然不是瑞薩批是Pizza,是專業資訊保安協會 是,沒錯,會長,現在也是在做資訊保安的工作 S,其實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我認識你時,因為我太太的關係 你可能有一些學生會的參與,其實你在大學讀書是讀哪個學系 那時候讀大學時,也沒有資訊科技,即是有些電子東西讀 你說對了,其實你是說了我的學系 其實以前我是讀電子系的,不過我出來,很有趣,我從未做過電子的工作 反而我第一份工作是教書,教了兩年之後 教科技,科技這些,然後我才轉出來,機緣考學 有朋友找我去一間銀行做IT,我覺得也有興趣試試 誰知一做,我就沒有回去教育了,即是一直在IT行業 最後還轉為其中一個比較細的環節,就是做資訊保安 不過現在反過來,又反過來做教育工作,教育好像 是不是多了一點,現在這份工作是否跟所謂教育有關 不過不是教育下一代,是教育普羅市民或者機構 是資訊保安的意識或者常識 其實是的,其實有一件事,就是在大學學的東西 雖然你出來未必做那個行業,其實所有東西都有用 其實我以前在教育學院學的東西,其實現在我很多時候 已經不自覺地用在我現在講託裡面 怎樣教育公眾,不是我的學生 什麼叫做資訊保安,用一些容易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他們覺得比較容易接觸他們的方法去講 即是用一些普通用家語言,不是我們的專家語言 沒錯,其實最重要是不要假裝專家 假裝專家是很疏離的 其實你從事了這個資訊保安工作 可不可以說是有,你十年前做會長 是不是都已經有十,都有差不多十五二十年 這樣的經驗呢 都有的,其實我在做了這個P社會長之前 其實我都在不同的行業做過 其中我在銀行做過,其實銀行裡面的工作 雖然叫做IT,其實有很多東西都跟資訊保安有關 以前的資訊保安就比較簡單些 在裡面的系統控制住那個lock in password就可以了 但現在那些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現在銀行的東西都放上互聯網的 那些攻擊就不是內部的,很多都是外部的 你自己看,做這個行業,當然我自己也是IT 但IT就最大,做IT很辛苦 因為怎樣說呢,做IT,我的感覺是怎樣 追的時代呢,那個時代走得比我追的速度 即是我慢地追也好,都好像越來越,距離越大 哇,今天的東西,就可能已經是 即明天的東西就已經可能是 簡單來說,我們社會的IT轉得比我們的 Catch up,有沒有這個同感呢 其實我很有這個同感的 但是另一方面,其實這個也是吸引了很多人 我相信你當初進入IT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有些新的東西你會覺得有興趣些 即是IT是一個很有趣的行業 它是辛苦的,但是很多人在裡面也找到一些樂趣 如果你問我,我大概30年前入行 即是29年入行,那時候有兩三份工作找我 即是起碼有提供的,其中一份就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銀行的IT工作 那時候可能這個概念很簡單 IT,哇,是電腦的 那時候不是叫IT,最初那時候叫做什麼 EDP,那時候叫做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後來就叫做Information Processing 現在就見到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yway,入行的時候覺得這件事是新的 前瞻,但越早就發現,哇,好像時光轉了幾次 以前入行的時候,就說Information Processing 是很厲害,接著就轉了PC 現在就開始有什麼,又開始說什麼 雲端運算 雲端,Mobile 雲端又好像回到什麼 Mainframe的年代 有什麼感覺 這個其實是好像一個圈 但這個圈就不是簡單的圓圈 是一個螺旋 即是你每轉一個圈都走高了 不是同一點 就是臨體看過螺旋 雖然好像轉圈那樣,由大變小 可能又回到頭,但問題已經完全不同了 今時今日,如果你說資訊保安 挑戰位是哪個地方 我分幾個層次,機構面對的挑戰 個人面對的挑戰 又或者可能一些大型機構面對的挑戰 即幾個層面 我先說個人 一般可能普羅市民 或者普通小市民 我家裏都用電腦 拿著手機,四處用 或者是iPad 或者什麼Galaxy 都會用這些所謂的手機器 然後在家裏有兩三個PC 以前可能會對著小朋友聊天 現在回家都不聊天 你又你,個個對著自己的東西 事態變了很多 但是個人的挑戰 面對什麼挑戰 其實如果對一般市民來說 IT比他們方便很多 只有越來越方便 用得開心 很多人喜歡拿著最流行的手機 已經很開心 他就不覺得很大的挑戰 只是越來越方便 但是在後面隱伏的就是 其實我們用這些新的科技 後面其實有一個傾向 包括你用流動電話也好 你上這些Facebook這些 其實是嘗試把你的資料 開放越來越多 當然沒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方便 你Facebook認識到很多朋友 你手機隨時可以找到一些人 但是呢 那個挑戰就是萬一 你那部手機不見了 或者你Facebook的項目 是電話不見了 或者被人進去的話 什麼都被人看了 原來你很個人的東西 以前是沒有這個途徑去開放 現在就真的全世界都知道 我以前也聽過 有些大學收生 或者即場找工作 那些人第一件事 收生的時候 就先搜尋一下你 或者即場也好 也先搜尋一下你 或者Facebook 可能有多些風險 但是作為市屋市民 不要說普通人 真的 有什麼可以做 防禦工作 其實你只要認識 你比如手機 或者這些互聯網的服務 本身是一個 我們叫不可信任的環境 是一個公開的環境 你只要認識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用這個方法去想 怎樣去減少你的風險 其實這些是一些好的科技 很有用的 我自己都用 雖然Facebook有很多問題 我也用很多Facebook 因為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但是最敏感的資料 就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擠上這些地方 包括例如 包括你自己個人的一些 過往的經歷 或者你個人的一些通訊 甚至是通訊方法 其實都不要擠上去 通訊方法即是怎樣 電郵地址 有些比較私人的電郵 就不要擠上去 因為也有很多風險 是被人會撞你的電郵 或者無認你的電郵 是發一些假的電郵 是騙人的 當然如果你說 那些女士特別敏感 就是她的出生日期 都是不要擠上去 其實什麼時候出生日期 都不應該擠上去 是嗎 因為我知道有些銀行 她的所謂第二次認證 即是除了電郵之外 是要用出生日期 打進去做訊號 這是很多人都會用的 政府都會用的 是的 那你的出生日期 應該變成保密了 還有很多 有很多不易覺的 其實就是 其實你不單要保護自己 其實你要保護你的家人 有時候跟你很親密的人 尤其這些社交網絡 如果被人找到你的家人 其實他們可能會被人滋擾 或者透過其他方法去攻擊他們 來拿到他們的電郵 就知道你跟她的通訊 雖然你尤其是社交網絡的人 那個保護會做得更好 但是你的家人 未必像你這樣 那麼小心 這是特別的小心 我最近也追蹤了一件事 我很早以前都有Facebook 我亦都很早就 嘗試加入我兩個兒子的Facebook 但當我的Facebook越來越開放之後 越多很多 我都不知道她 你知道Facebook現在很多人的Apple 但有些Apple 明知道她的樣子都不是真的 即是很漂亮的女仔 或者很漂亮的男仔 就嘗試她的名字又奇怪的 可能她也不知道其他目的 我相信 我作為工作人物 我是開放的 但是開放之餘 可能好像你這樣說 我開放無所謂 我控制我的資訊 在我的Facebook裡面 但是我有些家人 如果她透過我 她又去連結了我的小朋友 可能有些 我的小孩的資訊 也可能因為這樣而披露 所以最近我已經做了一個行為 不友善了我兩個兒子 你這樣 這個爸爸和兒子不友善的事 對 這個真的令我自己 本來應該很便利的事 變成很不便利 以前我呢 在日常的日常 都裝一下我兩個兒子 因為他們兩個都在美國讀書 那兩個兒子究竟有什麼事 他有時候 不見了一隻狗也好 或者不見了一隻貓 我昨天踢球撞 雙腳很痛 我都看到 但現在似乎 本來很近 現在變得很遠 就是因為你的資訊保安上面 我們其實也有些其他方法 舉例 你可以開多一個帳戶 一個是比較私人的帳戶 只是親友才能看到 這個帳戶 你要跟他有一個很信任的關係才加 就算一般朋友也不加 另外一個就可以 因為你是公眾人物 你一定要有一些 去跟別人社交的途徑 我想Facebook是一個頗好的途徑 可以有多過一個 即是開兩個帳戶 一個就是核心保安局 對 核心保安局 不可以 好像是一個就是一個 核心保安局 一進來就拘捕 現在不是核心保安局 也拘捕 另外一個是卡住 一個是開放性 一個是保安 S又問一下你 你是專家 Dewices Facebook 你也說過 家裡的電腦 你知道很多人是長開的 有些保安要注意 基本的事情 我先亂想 看看你有沒有做補充 一 就要做一些軟體更新 二 做一些病毒更新 能否檢查一下 這樣 好了 這件事就說了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注意 其實現在我想 有很多人比較忽略 就是家裡 現在那個 我們那個 寬頻的 軟體 其實很多人都有Wi-Fi 其實很多時候 是在那個Wi-Fi那裡 因為以往也有 警察也有些個案 就是某家裡 就被人進去 利用他的電腦 進行一些非法的交易 或者是攻擊人 屋主就無端端 就要上警署去喝咖啡 這個其實Wi-Fi 在很多人的家裡 都安裝了 裝了電腦 都安全嗎 有很多人 第一 他來的時候 他就跟來那個 什麼都沒有設定 對 那些設定都沒有設定 其實應該第一 改回他 設定長一點的電腦 還有 在家裡如果用Wi-Fi 其實 他有幾個模式 什麼WEP WEP 其實現在只剩下一個模式 比較安全 就是WPA2 WPA2 裡面有一個叫AES AES 這是一個加密的方法 WPA2加AES 暫時來說是最安全的方法 另外 如果做得好一點 很多設定可以做 例如你可以限制某一張Wi-Fi的 我們叫MAC MAC MAC 才可以使用 外面的人 撞也撞不到 這個我想是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以前你知道 WEP已經是十個號碼 幾多記憶都記不到 現在WEP是嗎 現在WPA 還有十幾個 十三個 嘩 水蛇樽那麼長 其實那個也是設定一次 都不用十幾個 現在 因為WPA2 其實都可以 很敏感 可以短一點 除了設定這個路線之外 也有些朋友在家裡 就很厲害了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是IT人 其實不只是我們 其實現在有些人比我們還專家 自己建設一個網路伺服器 在家裡 嘩 這個真的 以前 什麼都不開的 只可以出去網路 現在他又開了一道門 就是那個Web伺服器 你知道 大家說是IT人 你建了一個Web伺服器 你就不是外面IT人 那麼多時間去打理它 又不下跌 於是就被人去 進來 這個門口 就不能鎖得很好 即是架得力 好像開了一道門在家裡 任人看東西 是的 開了一道門 任人看之外 是那個Hacker 如果是找到你這個Web伺服器的流動 工作進來 就坐在你的Web伺服器那裡 就在你自己的內聯網 你再上去的話 其實他就在你內聯網看你做什麼 即是你上銀行賺錢 他可能會把你的電話號碼 拿到你的帳號碼 是的 其實他就經常看你的 因為有些人在家裡 都會設置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即是自己建一個Hard Disk Network的Hard Disk 就儲了自己的照片 自己的資料 甚至有些人搬到公司的資料 打算做事 如果被一個Hacker進來 就很豐富 什麼都有了 我一件事是專家中的專家 我不知是否應該這樣問你 不過你看看方不方便答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軟件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做防毒軟件 很多隻 Google有隻免費給你用 接著有些軟件 有些virus的軟件 有些是怎樣 就是普通裝 就不用收錢 要付錢 就是你肯付錢 就多些東西 甚至你做Microsoft 也有些什麼 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 我想問 裝這些軟件 有沒有什麼提供 譬如有些人 我三件軟件 免費的 我都裝了它 會不會有衝撞 還是裝多兩個 會有幫助 還是應該不好了 每件免費都不好了 買一件正的 是怎樣呢 第一呢 第一個提供 在香港來說 其實這些軟件 不是很貴 最好是賣正牌的軟件 不要太便宜 其實你計算 一年它叫你300元 最多400元 即是一元日 是的 但如果你種一次 接著你只做這個 Data Recovery 用你的時間 如果我們用一些 計中計 即是一個普通的 幾年 都不止500元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都不止 所以其實 首先買正牌軟件 第二 其實這些軟件 亦都不是越多越好 其實在一部電腦那裏 裝多一個防毒軟件 或者保安軟件 有時會有衝突 所以通常我們的建議 就叫你做一個 不過那個就不只是 防毒軟件 而那個是一些 我們叫做Suite 一些套裝 因為防毒是不夠的 那它 有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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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除了防毒之外 還防一些 我們叫做間諜軟件 在不賣廣告的情況下 我們又沒有收贊助費 在不賣廣告的情況下 有哪些可以推薦的 用甚麼方法 可以找到哪隻 又停又底又正的軟件 其實現在很多隻都可以 我又不想說哪隻特別好 或者我用開哪隻 因為我用過不同的 其實現在的防毒軟件 保安軟件都是很大改進 其實你買回一些正牌的 其實那個質量都有保證 不過當然有些軟件 加用那些三五百元就搞定 是的 還有現在有些很好 有些叫Family Pack 一買就給兩個至三個人用 根本就很便宜 三百多元都不用 Family Pack 觀眾聽著 好介紹 Family Pack的防毒軟件 一買之後 安裝兩三部電腦都可以 是的 有些有便宜價 一買可以買兩年送一年 其實是買三年 不過當上色 最重要是記住 買完之後 要做日常更新 還有要檢測一下 其實多久檢測一次 其實最少 有幾個設定是很重要的 第一 你要定期檢測 檢測我覺得一個星期一次都夠了 一個星期一次 全檢測一次 但是有一個設定是很重要的 就叫做實時監控 因為很多時候 你一上互聯網 一下來那一刻 已經是一個惡意軟件 其實就應該要 著了這件事 他要看著這件事 就不是靠檢測的 因為那個檢測是之後的事 檢測就是 以前下載了 那時未發現是惡意軟件 之後再找出來 但實時的那個是馬上去找 那很重要 譬如我有些情況見到 有些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有一個電腦 那些甚麼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 Google 那些都檢測過 那些都沒有 全檢測過 都沒有 但你常常覺得 他的手機 經常在進行後面 進行程式 有些甚麼可以做 其實第一件事 其實我們一直都建議 用家 首先自己不要裝這麼多軟件 因為很多用家 裝很多不同的軟件 有些軟件 就真的在背後面 會經常上網網上去檢測 那些軟件究竟有沒有問題 我們都不知道 而他這件事也混淆了我們 究竟那個電腦 為何會經常上網 有時他真的需要上網 尤其有些是網絡 跟網絡有關的軟件 他經常都會上網 如果你小裝這些的時候 你見到他仍然這麼忙 你就可以 除了用你的防毒軟件之外 其實也可以 看看有些甚麼 我們叫做有甚麼計劃 或者有甚麼程式 你看一看 另外其實如果大家都很懷疑 自己中了 而你的防毒軟件是 檢測不到的話 其實我覺得 微軟也有一個很大的貢獻 他有一個不用錢的 他就是專測一些 一般的保安軟件未必檢測到 他有一些我們現在叫僵屍網絡 他就很隱蔽的 即是Botnet那些 是的Botnet Microsoft有一個軟件 針對這些 那一個就叫做 MSRT 即是Microsoft的 Malware Removal Tools Malware的 Security Removal Tools 那個軟件裝了之後 他就專心對這些 比較難找到的Botnet的軟件 就會找他出來和清取 各位聽眾的觀眾 給了很多有用的貼士 上半節我們講了 有幾多個人的 安全關注 有沒有最後幾個提供 跟著我們解鎖完之後 我們回來再講 小型機構和大機構 面對一些所謂的 安全的挑戰 有甚麼提供 給我們的觀眾 聽眾 我想最重要的提供 就是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自己的電腦 或者你手機 不見了 或者被人入侵了之後 你最重要 有哪些東西 你最立刻要回復 或者要保護 那樣是你最重要的資料 如果是那樣的話 第一 你就要重新它 因為真的不見了的時候 可以重新 第二 這個資料 是屬於你的最基礎 最重要的資料 你如果應該儲存 它在一些手機器 或者是會拿出外 你一定要先儲存 因為萬一不見了 那支援固然是幫到你 但是呢 給其他人看的話 那個手機 儲存了之後 就算別人拿了 都是開不回來 有一件事 我也有興趣問的 越來越多 雲端的服務 即一些雲服務 即現在潮流興 雲端的工程 例如一些 可能大家聽眾 有些部分 有些熟悉 你不熟悉 我相信暫時 比較多人用 或者最流行 又不用錢的 就是Dropbox Dropbox 如果大家未用過 可以試試用 但我不知為何 我鼓勵你們用 因為我也想問這個問題 我會否安全 那些資料 有用的 我先等到Dropbox Dropbox是什麼 是一個軟件 設置在幾部工程 之後 有些檔案 你儲存了 在一個 櫃檯A 你改完之後 櫃檯B 櫃檯C 那些都是你 進入到的 Dropbox 就可以 即是 你再進入 櫃檯B 或櫃檯C 就可以更新 這樣 很方便 即我們去哪裏 埋位就可以做事 這樣 其實是安全 這類的雲端服務 我不想特別去打擊一隻 即是這類的 有甚麼安全 要注意呢 這類的雲端服務 其實都是擠在第三者 其實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信不信這個第三者 無論如何 擠在這樣的雲端 是很方便的 就像阿神松佳這樣說 你去任何電腦都可以做到 拿到的 我也會有用的 但是如果在敏感的資料擠上去 你不知道 你這部電腦上載了 會不會這個電腦被拆掉 別人在另一部電腦拿呢 就像你一樣 那麽方便 所以如果這些資料擠上去 我通常都要封鎖 如果真的被迫要擠上去 都要加密 加密之後 別人拿到都 開不了 開不了 另外你就不要靠這個Dropbox 做你的背包 因為Dropbox 都會有一天 它可能有問題 是 曾經有人說 將自己公司的電腦轉到Google 或者轉到Yahoo 這些 但亦有人說 有一天 Google或者Yahoo 有問題的時候 不見了你 其實如果你看清楚 他們的TNC TNC 我相信 十至八九 他們都已經 批評所有責任 所有負責任 它都不負 你自己負 好 或者我們休息上半場 下半集 我們再劇出一些 IT security的題目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 今天我們射爆香港 請來一位IT的專家 security IT security的專家 梁兆昌 我們叫他SC 上半集 我們講了很多 個人面對IT的 security的挑戰 或者有什麼小貼士 幫助大家 接下來我們下半部分 我們講一下中小企業 我知道你在工作上的關係 香港有個機構 專門看資訊保安 在那方面工作 我相信你日常接觸到一定數量的中小企業 你覺得中小企業 當然現在中小企業 不可以不用IT 也有很多數據 他們要儲存 他們一般來說 面對一些 我不講挑戰 有什麼重大的 或者是普遍的 他們忽略了的 或者普遍他們沒有做 而應該做的 當然是在IT security 其實現在很多中小企業 都會把他的數據 放在網上 為什麼呢 因為曾經有一些公司 就發覺自己 在一個 檔案企業 都會倒閉 但是發覺 如果放在Google 那些地方 反而Google的那些很穩陣 他覺得Google的那些很穩陣 都很穩陣 從你自己的接觸 因為Google倒閉的機會 就少了 因為有這麼多 互補的一些 那麼多伺服器 在那裡 他就倒閉的機會 低了 但是 給別人看到的機會 亦都會有這個機會 就是有exposure 因為他放在網上 的話 就會有問題 究竟他的帳號 控制得好不好 不好的話 不單止他看到 黑客會看到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有中小型企業 其實他們就會有一些 為了要宣傳他的業務 會是開了一些網站 而現在其實 很多這些網站 都日日都被人 無時無刻被人攻擊 在他的網站 就擠了一些東西 那些是甚麼呢 那些其實是擠了一些 惡意軟件 或者改了他的網頁 那些人 等他的用戶 去到的時候 不單止看他的網頁 就會 再向其他有問題的網頁 所以他的網頁 就變成了傳送一些 惡意軟件 或者是幫助那些 我們叫做Botnet 去感染其他人 不過阿斯拿這樣 電郵每天查 就算你自己公司的網頁 都不一定每天查 有甚麼辦法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查 亦都有一些監控服務 是不用錢的 或者是用很低的價錢 通常那些 你網站的公司 都可能有這類的服務 網站也有 或者是外國也有一些 這樣的服務 其實你可以監控著 你的網頁 有沒有被人改過 一旦有改過的話 他就會發一個電郵給你 外國有這類服務 香港有沒有 香港有些公司 有提供的 但是香港的服務 有很多都是一些收費 他其實是幫助你的 有時是網站的附加服務 我也覺得大家應該做這件事 但是為甚麼 人家的黑客 會進入你的網站 應該是你自己的網站 安全做得不好 沒有更新 或者不是你 是你放在那個 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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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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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若架新周小企要找一些網絡收集服務 即將自己的網站等在收集服務時 要選擇的收集服務 那間公司會選擇得比較小心 包括有沒有提供什麼類型的服務 所以你選擇時除了價錢之外 其實你也要看看公司的規模 以及過往的業績 業績不是說他做得多不多生意 他的口碑也很重要 其實還有一些新的服務 剛才提到雲端 因為有雲端的出現 亦有一個新的商業 雲端我們經常叫做IaaS、SaaS 即是說很多這些詞 資訊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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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軟件為服務 但我覺得有一個很有潛力 去發展得更好 那一個叫做SaaS SaaS 又是SaaS 但它是怎樣呢 其實現在有一些 軟件的服務 它是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把你的網站 擠在它那裡 它就幫你看網站 它就不是普通收集 只是看你的網站 只是擠在那裡 其實它的網頁 應用的時候 其實它有很多安全 的監視 在那裡 擠在那裡 所以你譬如被人攻擊 那些一般我們叫做應用的攻擊 網上應用的攻擊 應用的攻擊 應用的攻擊 你沒有做Patching的時候 就被它攻進來 在那些情形 它就已經幫你Patch 還會看進來的人 從哪些國家來 出了這些報告給你 不過按照這些 當然這個IT行業 比較新 你舉例 現在這個utility service 這叫公共的服務 你開個水喉就有水 你個個月就給水費 當然水可能不可合得比較 因為香港水是香港政府的服務 你用電或電話都好 如果假設電話被人剪了線 勾了線 這些應該是電話公司的站 又或者電力的服務都好 如果脫了電 第一件事當然要打電力公司搞 你提到資料安全的服務 S.A.S.S. 這個發展的趨勢 是否應該做公司的服務 應該全部包含 整個整個方法 其實因為 有時不是那麼簡單 有時因為不同的客戶 有不同的要求 有些客戶寧願不付錢 要最便宜的東西 有些客戶就像你這樣說 想好一點的 一買的時候 整個方法 所以現在其實 通常就是一些選擇 一些搭配 其實你做公司 都可以做這些 為何不可以 甚至他不是自己做 我認為他都想做 會的 其實是一個商機 有了網路計畫 有很多不同的商機 這是其中一個 我想問一下 剛剛你提到網路計畫 在網路計畫 對安全性的影響 你覺得是正面還是負面 很宏觀地說 在網路計畫 一些東西上在上面 如果上面在群裏的保安做得好 簡單來說 你知道 如果用一個比例 這樣就算了 每個家庭後面都有個後備發電機 第一可能不整齊 不同類型的風險標準都不同 但這些東西如果全部去完 電廠、電廠下面有補充 可能更好也未定 你怎樣看雲端服務 對資訊保安的正面力 其實現在的趨勢 你說的說法就是 用用用用用的說法就是 其實你會不會 每個人自己家製作柴油發電機發電 不會 會不會自己去過濾水 自己做一個水務處 不會的 所以趨勢會越來越是這樣的 唯一的問題 人們擔心就是 我把東西給予人 第一 你的資料都給予人 究竟那個人 會不會保護你的數據 像你自己那麼關心他 第二 那個人是否可靠 雖然他說他保護 等於我們將這些東西 有甚麼東西我們會等在其他地方 有 例如我們將一些很貴重的東西 即是你太太、你老婆 那些金鏈、專介等在哪裏 保險箱 當然你相信那個保險箱 或是相信那間銀行 提供保險箱的服務 其實在銀行為何要提供保險箱 為何是銀行提供保險箱 其實很奇怪 銀行存錢而已 保險箱裏面的東西它不包 沒有保險箱裏面的資料保險 你存款才買有存款保險 但是雲端其實 是不是真的這麼保險 是否真的你去到最後 是否你相信他 都是講求 其實一定程度上 老實說真的要相信他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不應該放上去 但是另一方面 你也不要太相信他 我們也要說 即使我相信他 他的員工內部 可能會有一些不是好人 那電話號碼 剛才你說的 工作箱等等 那電話號碼 在背後面 都是隱藏的意思 不是每個人都會開到 但問題你也知道 是可以有機會開到 是嗎 你不知道他裏面怎樣做 還有裏面有內軌 去做這個攻擊的話 和外面用黑客攻進去 是兩回事 內軌的那個 如果知道 例如那個 電話號碼 是怎樣 有可能拆到的 或者他根本不用拆電話號碼 因為那些資料 電話號碼 是給你的 是用者的 不是給他的 他做管理員 可能甚麼都能拆到出來 所以其實 現在那些人 都是 就算甚麼機構 大機構 小機構 對雲端仍然有一個保留 就是我們習慣了 是把那些最敏感的東西 在我控制到 見到的地方 擠上去的話 那個人究竟是甚麼人 不知道 現在唯有是這 而 亦都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雲端的供應商 暫時來說 他提供那個 我們叫做SLA 即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很標準的 他對任何客人都是這一個 有些客人的要求 可能高些 他不能夠幫你量身定做 這樣的話 你達不到你想要求那個Service Level 變成你又很難去信任去擠在他們 為何我問這個問題 跟中小企有關係 但我感覺到一個趨勢 其實中小企如果那些雲端服務是可靠的 那些雲端服務是可靠的 其實嚴格來說 中小企是很適合的 你想想我做出入口 我不是做IT的 你要我找一個阿隱來 專門看那些IT的東西 譬如有一間公司 幫我信任得過 我等了給他 我沒有理由自己去 運行銀行 我要銀行服務 我要匯錢沒有匯錢 我沒有理由自己去開銀行服務 即同樣道理 是否其實有甚麼提供給我們 即現在的趨勢來了 中小企是否應該用不用 等下 還是覺得應該選擇給錢的服務 還是怎樣 我覺得在現在來說 其實我自己就會等一等 因為其實 因為現在有很多保安 有很多未清楚的地方 它的功能 其實很多時候 它甚至比你自己的服務 譬如你說 有一間很有名的 在美國 Salesforce.com 很多人就把那些 個人關係的資料 甚至HR那些 它已經有了 你自己建立一個系統 要建立很久又很貴 還要請一個人去明聽 但它就幫你做好了 它說連保安都幫你做了 從某個角度來講 它這些是做得好過你的 就算連保安都做得好過你的 問題就是 有個位置就說 如果它真的有事的話 你知不知道 去到甚麼位置 它未必做得好 你不知道 因為透明度還未夠 但是如果你 你都不介意 你自己請一個員工 可能你自己都覺得 我都不知道他怎樣做事 其實中小企的 其實中小企不是蠢的 那些老闆 每個人都懂得做 很證明的抉擇 就是計算風險評估 你計算負責 你計算負責 有些人計算完之後 他也是去的 所以Salesforce.com 是很好的 但是我會覺得 就是 好了 你就算相信這個 你要想一條後路 萬一它有事的話 你的東西怎樣 如果想一條後路的話 你就去吧 因為最後有事的話 你還起碼有一條後路 譬如你的資料會在那裡 至少你有後路 有些人是信到 是躺一身下去的話 連自己都靠他後路 自己都沒有一套的話 如果他真是倒閉的話 你就甚麼都沒有了 我跟你的感覺一樣 我自己都是偉人師 不過 可能沒有那麼敏感的東西 暫時等於雲度都無所謂 假設你一兩張照片 就算有兩張照片 就算有兩張照片 怎樣說呢 被人公開了都無所謂 你有些很私人的照片 你就不要等到上面 公開了就糟糕了 或者有些文件 可能很性感的 你就不要等到那裡 這就是那個做法 Sales我們說了那麼久 香港其實你怎樣評估 香港整體中小企 還有個人的資訊保安 我相信你都有一些國際的定驗 即是香港和國際社會 美國或者英國或者歐洲社會 那個所謂資訊保安的警覺性 香港是怎樣評價呢 其實我覺得在過去十年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進步 雖然很多香港 無論政府或者大機構 小機構都有很多資料洩露的事故 但是如果看回香港的家庭用戶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用正版的保安元件 有買的 很多人都有買的 就算家庭主婦 他買電腦都叫兒子 你記住買這個防毒元件 是曉得說的 這方面一般的保安的意識 是提高了的 但是其實去到中小企 或者比較最新的攻擊的話 那個意識都是低的 譬如說很多人不知道 這裏有一件事叫Wattnet 殭屍網絡 他以為只買了個防毒元件就夠了 就比較少想回 譬如做patching 這件事我覺得是比較弱些 因為防毒元件那些 只是認到一些他認識的惡意元件 現在很多的惡意元件 是那些防毒元件未必立刻認到的 可能要等一個或者兩個星期才認到 但是那時候已經攻擊了 在那些地方他們的意識不夠 第一步做patching 第二就是 可否說一下甚麼叫做patching 給觀眾聽 patching其實就是我們叫做保安的更新 patching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所有軟件都有漏洞 做的時候一定有漏洞 靠之後有一些我們叫做patch 或者我們叫保丁 在大陸叫保丁 在香港叫做一些保安的更新 就是把那個軟件 本來有的漏洞洞 填回去 這些漏洞 就經常都會有的 所以這個更新的過程 就不停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那些人覺得不方便 可能有時做有時不做 這個是一個 有很多人經常都不做 不做 譬如安裝的第一天 就是很安全 極至安全 但是安裝完之後 過了一兩年 那些東西都掉了 很多洞出來 就被黑客用到 就因為黑客會用這些洞 而當時他的保安軟件 不能夠立刻認到這個攻擊程式 他就會中招 之後的黑客就會控制著你的手機 就因為他控制你的手機 他可以打低你的保安軟件 安裝它 或者令它沒有用 這個是一個 會做得少一些 還有香港人都很喜歡試新東西 這方面有好有不好 很喜歡試軟件 即沒有包風的軟件 在電腦上 很多人喜歡試新東西 或者不是你試新東西 是你安裝了一部機器 但是你的小孩 有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每個都有管理員的帳號 就會幫你安裝很多元件 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 以前有沒有這樣 他幫你安裝了之後 你自己也會受害 現在我們一人一電腦 在家裡就 所以他又餓我 我就搞不到他 他又搞不到我 我不知道他做甚麼 他又可以知道我做甚麼 不過我再說回 剛才你也觸碰到大機構 香港的中小企 和個人都說了那麼多 但是香港的大機構 也有些事故 最近也有幾件 去年是轟天動地 都不是轟天的 都是動地 是震了 就是Octobus 有些資料 不過那個好像很相對人為 那個相對人為 就是把資料賣給其他聯型機構 稍後我再回來說那個 但最近有些新鮮熱辣 都搞到要是否停市 跟停市無關 都好像要停市 有部分的上市公司 有停貸 那個就好像懷疑 被人所謂 是不是很像用DDOS 把網站 簡單一點 講回就是 香港交易所 出現了一個 所謂資訊保安的事故 很出名 大家都知道 資訊保安 資訊保安 不資訊保安 沒什麼 原來搞到要幾隻股票停市 停市 其實 AXIE 這個教訓可否吸取到 有什麼經驗 或者有什麼啟示給我們 其實 那次應該是披露二網站 就被人用一個我們叫DDOS 就是分散式的阻斷攻擊 令到他 那個網站運作不到 但其實那個網站運作不到 就那些資訊 其實就在其他地方都可能 那些公司都會有 但因為 那個是一個 我們叫做 business process 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他一定要上到那個網站 先當是披露了 然後呢 才可以繼續掛牌去做交易 就被黑客有機可乘 就知道原來這個系統可以供了他 就令到這麼多隻股票都要停了 那這個故事 教訓我們 其實可能 首先我要聲明 我就不是在交易所工作 我亦都對這個交易所這個事故 沒有參與 沒有掌握內部的訊息 只是從一個外面 一個普通的做資訊保安的人 見到的問題 我相信其實交易所裡面 是有很多的保安做了 否則的話他的網站 或者他做交易那個系統 不會是沒事 問題就是可能在風險評估那裡 這個可能不止交易所 其實很多機構都是 對於一些其他 不是主要的做交易的系統 他的風險評估就會是 這些既然不是重要的 亦都沒有這個敏感資料的話 可能那個重要性低些 相對投入的保護資源會少些 我當算我講兩句 幫交易所平反 喂 殭屍電腦 Boughtness 我是受害者 我的理解就是 D2S 有人 一路種了很多病毒 或者牟尾等等 在人家那些 周街的電腦 去到某一刻的時候 一啟動 就叫那些殭屍電腦 去攻擊某個網站 例如這個例子 就攻擊這個交易所的網站 喂 交易所 我怎樣做都防備不到 別人攻擊我 我真的攻擊我之後 我們怎麼辦 這樣 是不是這樣 都不是的 我相信交易所 都有做很多其他的預防 是一般的攻擊 那些 一般的攻擊 一般的攻擊 那些 其實我相信他有做的 但是 這個D2S 是一種很特別的攻擊 它不是找你漏洞 而是它靠那個量 是令到你塞車 這樣東西 你不能控制 因為它要攻擊你的時候 你不能控制 對 而你要防備的話 其實那個網站 我覺得它已經防備了 問題這麼大的流量 是沒有一個人可以控制 如果要控制的話 其實是有方法的 可能 但是這些方法會比較貴 會比較貴 即是你要跟一些 一些這樣的供應商 就討論 如果被人這樣的話 它自己的那個流量 受不了 就要將它的這些流量 就要把這些流量 去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控制到 讓它幫你洗乾淨 就給你控制到的 只是你的客戶體網頁 簡單來說 過濾它 對 過濾它 有些是真的來找東西 就讓它進來看 不是來找東西 來搞你的 就將它帶到別的地方 沒錯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另外可能 有些方法 就不關這個黨DDOS的事 就是 其實你的行程 你這個行程 今次被人捉到那個弱點 是不是一定 上不到這個網站 就一定要停掉 是不是 那你如果上不到 其實你對風險的預測 如果你預測到的話 應該想到一個最壞的情形 就是你完全擋不到 真的上不到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 會不會是 喂 你給人手上都可以 不用一定要在網上寫 或者你在交易所那裏 有部機 去搭車走上來 交一隻光碟給你上都可以 很多方法 你要公佈到 但是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披露 對 其實不單止披露 是上都上不到 OK 他是同一個地方 上載不到資訊 是 當然 披露那裏 其實有很多方法 除了他的網站 也可以有其他網站 另外你的網站 亦都可以 不是在香港 如果你組織的話 我們就用一個方法 我們叫CDN 在IT的行內 就是我們叫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就是將這些東西分散在全世界 譬如美國那些人想看這個網站 其實不會走來香港看的 就是看美國的Copy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的攻擊 在世界各地來 就在那個地方已經中和了 來到香港很少 是不是整多幾面鏡 整多很多面 整多很多面 變成塞車的地方 已經在來源那裏已經消化了 簡單來說 將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在不同的世界各地 是的 其實現在你說 例如Microsoft 或者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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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苗 它那些標誌 其實你下載那天 有下載那天 全世界一齊下載 為什麼他們沒有事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 它已經分散了全世界各地 你是亞洲就在亞洲做 你在美國就在美國做 所以其實技術上 一定有辦法解決 問題就是 用這些服務 價錢比較貴 可能你的風險評估就是 決定你究竟 投資多少這些方法去拿到 艾斯拿 好多謝你今天 花了這麼詳細的時間 跟我們講幾類的 資訊保安 我也多謝你 因為我都有些新的 可以更新的 有機會 我想請你再來 好 我們聽眾 觀眾 一些新的 資訊保安 我們下一集 各位觀眾 先買一下 我們下一集 都是繼續講 資訊保安 我請來另一位專家 講一些 另一些範疇的 資訊保安的信息 讓我請 cracks 成功 走 電池 轉 爺 藉 霧 真的是 雲 身 不 是 霧